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好孩子的時候 今天好孩子沒有B君 因為我們錄製的時候 時間太晚了 B君又要工作 所以今天我和A君 和A君 就可以暢所欲言 我們先講香港 A君 我們一向暢所欲言 不過見B君 又要讀書又要臭兒子 放他一馬 當然最好 當然要放他一馬 不放他一馬 以後不能和我們做節目 被老婆罵 好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 一於先講香港 好嗎 真是一個 半公讀的帶子紅狼 你算吧 為什麼說得像我這樣 我現在都是帶子紅狼 你又沒有半公讀 我每天做節目 和半公讀沒有什麼差別 我自己的感覺 回來 我們先放正題 首先我要講講堅要網 堅要網的時候 今期的內容 其實說得很好 兩大博士卓健 許禎 宋立功 說回歸後香港人才凋零 新政府組織 面對什麼挑戰 我們知道 家超sir 其實面對現在的挑戰 其實是很多的 許禎先生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木字哪一個精字 是許禎 應該沒有讀錯 他說 需要熟悉 國情 以及具備 良好的國際視野 這個國際視野 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國際視野 其實 你做特區政府 你根本不知道 這條路是怎麼走的 大家不要覺得很簡單 因為當我了解到 特區政府的整個工作 你會發覺它真的很複雜 好像現在的政府 我覺得他沒有充分利用到 現在特區政府的職能 相信家超sir 經過接近一年的磨練 他應該知道 特區政府有什麼弊病 以及應該怎麼做 要不然也不用派他做政務司司長 這是必然要這樣做的 另外一位就是宋立功 宋立功說 發展八大中心 學求專業精英 八大中心 哪一位八大中心 我會跟大家說 最重要的是 施政的建議 期望新政府的新氣象 社福界大聲疾呼 扶貧安佬急不容緩 當然 扶貧 我們的貧窮家超sir 也有做到 我們的強哥也有做到 其實 我們最關注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何提升政府的管治關鍵 在選人用人 他的社論這樣說 其實我們整體看到 家超sir 在做的時候 籌組的班弟 其實就展現了一些新氣象出來 而且更加重要的 就是 在營造一個 新的政治生態 這個新的政治生態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實現一個 政治的大團結 大家如果昨晚有聽我和 柱基興 和A軍 和B仔去說 其實 這次真的沒得猜 對不對 A軍 你覺得 是 首先 首先 說回 要有國際的視野 其實這件事 是這麼多年來的特首 裡面 最需要的國際視野 其實就是 今屆 和 接下來下一屆 就是林鄭這屆 和李嘉超這屆 不過 很不幸 林鄭真是缺乏國際視野 那麽 那麽就領了 不要緊 亡樣保勞 這次一定要將 國際視野 等在其中的重要一步 為什麽 大家都明白 中美的鬥爭 已經去到 無恥無限極的境界了 人無恥變無敵 你對上那一陣 2014年的時候 都和你說佔中的時候 都和你 不會在這裏做這麽多視野 這些黑暴大家見很多 現在還要更加是卑鄙到的 是黃人地下化 玩蝶蝶等等那些東西 所以 你一個小國際視野的 那個觀點 世界觀 不定的話 真是整兩整 被人困了去做些 你都不知道 這就是最基礎 價值觀 明辨是非 這件事 拜託不要做錯 這件事聽起來 好像很基本 不是 很基本得來 很多人做不到 我不覺得 現在我們的特首是做到 最基本的是什麽 A君經常都說 就是 主權國家最重要是什麽 主權國家 最重要是主權 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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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不能好改 但是 你問這個特首 知不知 他可能跟你說 民主自由 所以外國的體制都頗好 動那些黑暴都不動得下手 可能他真的會 心裏是這麽想 但是 這就是最基本是非題 第二件事是什麽 是非題答對了 價值觀沒錯 價值觀沒錯 就是要行動做得好 行動做得好 你現在做開事的那班人 你以為是做開事的 那些太平觀 太平觀 有一句 我真的很喜歡 香港 是沒有官的 阿Sir知不知香港那些是什麽 是利 我自己覺得 是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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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 你以為是領域 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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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運作到 但是你現在要將別人搞你 變成常態化 而你又去頂得住別人搞你 甚至乎適當時候要改規矩 令到別人搞你 沒有搞得那麽容易 變成這樣 就要有國際的sense 才知道別人在走那步是陰利 即黑暴都很明顯 你打開口牌 但是幾個月以來 無動於衷 還有 我還要說 真的要逢 那時候我很記得 19年的時候 即是說開那個反修訂 我記得有個朋友給他很深刻 你沒有理由 在什麼三十周年的時候 打張這樣的政章給別人去上 這個絕對是 是 這些就是國際sense 即是你過了六月之後 甚至乎你九月通過的條例是沒有問題的 快過而已 過不了就罵阻礙你那幫人 但是你在那個季度 即是19年 什麼三十周年第二季 人家沒有東西都搞你了 何況你有東西被人搞 這個就是缺乏國際sense 所以其實 衰了這一步 然後後面所執的一連串的東西 我們不說了 太多了 再說回來的問題 就是黃人地下化 我們有國安法 我們有國安法 就不會被拼了 但是我們要移動 怎麼移動 有文有武 例如立法怎麼做 這些是文的 沒有的怎麼移動 甚至乎有明有暗 有些明移動 有些是暗戰的 所以這個國際sense 是很需要的 吹了那麼多 交給老師 除了國際sense 之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國家安全 因為其實兩者 二為一 一亦都為二 所以 你這個國家安全 當然很重要 因為其實看回社評所說 就是說 現在的整個世界 就是處於八年的變局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地緣政治 引發國際的衝突 就日益激烈 中美之間 大國國力 不斷升溫 這些我們跟A軍的節目 其實經常提到大家 現在目前 香港 其實處於一個 非常敏感的位置 為什麼會敏感呢 大哥 你玩殘香港 你就等於玩殘我們內地 中央政府當然很疼香港 這個疼香港 就是因為要保護所有中國人的利益 這是必須的 而且 中美之間的大國國力 亦都不斷升溫 我們稍後就會說 一個國際的事情 因為我們看到 楊潔篪也好 我們王毅也好 其實 都在這方面 在盡量做很多功夫 因為我們要面對的 就是耶倫 拜登 還有很多很多的美國佬 其實他們都想中國 拉柴 我們當然 不是很負面 或者很保守 不想中國拉柴 就算了 因為這個是我們國家 當然 要我們國家更加富強 所以我們一定要出分力 讓大家了解到 那我就期望 香港在這麽關鍵的時刻裏 應該和國家站在一起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現在社會內部 就受到不少受影響 影響了 仍然有不少影響社會大局的穩定隱憂 那這些隱憂是什麼呢 包括深層次的矛盾 還未解決 各種軟對抗的手法層出不窮 例如我們看到 某一個社交媒體 不斷有人起底 這件事我們都很關注 大家聽Sky說了 這件事我們真的覺得 特區政府應該做事 最好就是封了他 不要煩 以警效由 這是最好的 另外 也有一件事 就是 新一屆政府 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 認真對待 這些國際上高的變化 這個變化 其實對香港影響很大 因為香港是一個 算不算 武衍雞籠 應該也不算 但起碼 是一個很容易被人破壞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守護住 23條是更加重要的 對不對 而且 我們也觀察到 有一點 在用人方面 是很重要的 那怎樣用人呢 一會再跟大家說 A君 你怎麼看 就是這樣 用人 如果方便你 等一下說 我本來想說 好啊 你現在說 沒問題 你先說一下 不要緊的 我先說了 武衍雞籠 武衍雞籠的 其實我們之前 真的接近武衍雞籠的 國安法才算好些 但是也是那句 23條觸碟碟 這件事要搞 還有黃人地下化 我們要有很多其他配套準備 A君經常說那句 他們這麼多黃人地下化 我們就要集結全民的力量去改佈 變成這是往後跟著的工作 至於用人方面 其實昨天 星期四晚的節目 A君也略略提過一下 其實我們鄉島的底不是好的底 A君經常說 整個社會有三大勢力 一個就是政治勢力 一個就是財團的勢力 一個就是民眾的勢力 其實西方的社會就是 財團的勢力已經買起了政府的勢力 老美很明顯就是金權政治 所以就可以玩死所有民間的勢力 好了 我們中央最好的地方是甚麼呢 我們中央的政治勢力 是不用賣財團怕 直接地想回 或者是為民服務 這次真的是為民服 變成三個勢力 你兩個加入了 另一個就沒有了 你加入得民心 那就不用被財團所謂綁架了 好了 但是我們鄉島是甚麼呢 我們副計根本就是資本主義 或者金主主義的副計 我們現在效法的六師十五局 其實副計有少許去抄老美 老美的旋轉門制度 某程度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不是做開官的人 就跑去做局長 這個是不是很制度呢 一定要那幫人 不是老美那隻 例如做開姓高的那些 跑去做財金官員 所有政策都掃掉姓高的那些 這些是香硬的了 慶幸我們過去幾屆 進去的局長 我未見到系統性 出現這些人物 當然有個別的 已經被ICAC拘捕了 這樣就算了 所以其實用人的那方面 是要看 因為我們的AO系統 不只是一個利 做不到官 不是好像共產黨那隻 會做官 那些人是利 所以領導不到鄉島 就要在外面找人才 而去外面找人才 最厲害的就是資本家 所以你迫著要找他們入船主門 但是幸好的是什麼呢 我們過去有一幫專業精英 他們又不是資本家的陣營 甚至某程度上是民間陣營 不過是厲害的民間 走進了這個政府陣營那裡 那才我們叫做頂得住 沒有成為金主制社會 那那幫就是專業人士 我們可以見到 譬如之前高永文 甚至CY這些 就是專業人士走進去政府 我們接下來是要走這條路 因為AO我們不能夠再 將大權交給他們 所以接下來是專業人士治港 那這幫專業人士當然要做個考核 國安都看過他 如果循著這條路去的話 我們還可以頂多一會 但是頂多一會我們買時間 我們買的時間是什麼呢 其實某程度上我們要學習 就是內地那一套有黨員的訓練 的一個制度 那現在就搞公務員的學院 就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條路正正正正 接下來要選擇人 選擇專業人士 以及過了審查 不要留到 好像上幾屆 曾蔭權的政府 竟然可以有一個 被聯署告到要坐的 在那裡 不要再有些事情 也不要有些 我懷疑國安會抓他的人 看人家就很重要 阿sir交給你 這絕對是 例如許晶這樣說 其實現在面對制裁 政府組織會構成影響 這一點我們不多說了 但是他建議有幾件事 是必須要考慮 以及至關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金融 第二件事就是創科 第三件事就是教育 這三件事其實我非常同意 因為都是重中之重 大家看到 因為如果金融上股 沒有把握好 被人上下其手的話 就很大問題了 我們現在看到 國家正在守護香港的金融業 因為和國家的命脈 真的息息相關 由以前 我們由外資作為藍醜 到現在 我們中國的紅色資產 作為現在最大的藍醜股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整個市場 我們掌控得也是不錯的 但是股市的升和跌 我們都是比較自然的 如果遇到一些不明朗的形勢 我們國家當然會出手 這個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次 除了這件事 那時候的創科 我在昨天的節目裡 也和大家談過 最重要的是一個創科工業 這件事A軍也有提及過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主導的官員 究竟是不是息切 我聽到一些朋友說 原生創科局的官員 好像真的做得不錯 這件事他跟我說 也做到野下的 這方面我們就不太熟悉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在創科和智慧城市方面 的發展是真的要加強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在創科那裏 只有白口說 只有安心出人做出來 那你對於智慧城市 又只有登署 那就差很遠 究竟什麼叫智慧城市 是不是你用更高的標準去做 這方面我們要考慮一下 那什麼叫合適的人選 大家都要思考一下 有哪個人 合適去出任 創科工業局的局長呢 我覺得 真的要謹慎一點 當然 現任的局長 是不是可以繼續連任呢 這個我們也要看看 第三點就是教育 教育局局長 有很多人跟我說 很多某人跟我說 楊局長好像做夠了 應該就 下來 給新人上 那新人上是誰呢 目前來說 我看了呼聲最高的 不是我大衛老師 而是鄧飛校長 我當然支持 因為 其實他真的 很有本事 以及 論述 也非常清晰 而且最重要 就是在人才上 我們是需要 不斷地培養 香港要修正了 過去二十年的錯誤 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 A君有什麼看法呢 剛剛提到 就是金融 創科 以及教育 教育 我想大家都很明白 A君不多說了 金融那裡 我們是要很防範 老美搞金融的上下其手 因為我們是勝負的 其實我們是很歐美 有些是很美國的 我們是跟著他們那副遊戲規則 去做 甚至乎我們連貨幣 都變成了美元代用幣 我們說掛鉤 其實港幣只是美元的代用幣 我們是美元本位來的 說到底是 所以其實我們跟著他們的辦法 它是設計出來 可以動我們 我們是很煩的 而金融的掠奪 可以是最有效率低成本地 堆壞一個地方 慶幸的就是我們以前抵止口 現在給林鄭 拼了我們六千億 我們底子沒有那麼厚 但是都還不是薄 但是以我們的籌碼是少了很多 被人搞起來 我們是要煩的 所以就是剛才所說的 我們不能夠再有 止以太平觀 因為可能當我們的資本不夠 又要保衛到香港的情況之下 就是在法例上 在法律等等的地方去做事 才能保護得到香港 所以這個在金融那裡 是要有人才 還有金融方面的進步也太快了 這頭又說區塊鏈 那頭又說虛擬貨幣 如果虛擬貨幣那些東西 你一個人不幸 保險雞籠 然後每個人都走出去賣賺幣 我想香港現在又不知道多少人上街了 哈哈哈哈 跌九成九 真是老命 沒有話可說 人家市路架又設得多 好聽叫金融創新 那你跟不跟呢 那你這些真的要做很多事情 鄉島傳統來說金融那裡 就是比較保守一點的 就不像老美那些 你創新你創新 出了事我們集體訴訟 香港沒有集體訴訟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唯有保守 即是老美那邊的做法 就是我給你創新 但是虛擬說集體訴訟 那麼每個人可以相對低成本地 告到做錯事的那個 鄉島就因為沒有集體訴訟 所以就要 你創新的話 我不給你這麼多創新 我看到你實 所以其實就變成 我們的財金方面 的權力是真的不小的 但是你不小之外 有很多人會用很多方法 去哄你入局 那那些真的要看得實 謝謝 我完全同意 另外一件事 看得實之餘 亦都要配合中央 例如剛才所說的 我們經常說 人民幣數字化 亦都從而香港的 貨幣數字化等等等等 以至怎樣 輔助到內地的工業 A軍從來都是說一句 金融業 是應該為實體經濟服務的 老美搞到今時今日這樣 是因為他走錯路 他變成了 老美整個制度 是軍功複合體之源 是被金融業壟斷了的 甚至金融業買了 的一個金主制 我們不能夠走這條路 金融業是應該為實體服務 所以跟內地的聯繫也都要多 所以這些金融業那邊的人才 你又要看得到外面的屎屎架 不要被人設定屎屎架 你中招 你又要跟外面懂得玩 你又要配合內地 跟著再做到相對的發展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多事情要做 這方面的人才是難搞的 另外科技方面 昨天我們做的節目 A軍都講過 科技方面 A軍就認為這次將創科 變成創科工業局 是一個非常好的決定 因為創科是受惠的 是最頂尖的那班創科人員 如果將它變成工業化的話 受惠的民眾 可能不是去到最厲害做設計 或者做科研那班 而是去到能夠執行到科研的東西 做production的 做生產的都可以受惠到 那個層面就變得很廣 還有A軍都現在都認為 工業是一個非常賺錢的行業 我們認為沒有那麼賺錢 是因為我們還是困在工廠妹的年代 因為香港的記憶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的工廠 那時候我們的工廠 是經常想到投資界認為的最大的雞肋 我們當時是最好的一個投資 就是不用設廠房做design and technology 做design那一堆 跟著最其次好的就是自己有patent 整個生產線是有自己的獨特點 人家取代不了的 或者有些技術是人家取代不了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寄模技術 又不是做設計那個做手作仔 我們從來香港都是做這個 所以我們以為工業是低增值 應該是說既沒有技術 又沒有專利的就是低增值 但是如果你隨便搞一樣 你都是高增值行業來的 那我們就要把創科和工業聯繫 在一起變成這樣 A君最後提一提 有三樣東西要做好 相信會比現在更加為及到的創科 第一樣東西就是創科的人 你降低成本 有很多可以共用的東西 例如admin 申請 pater等等那些東西 那些是公用的東西 你一個common office serve幾十間startup的公司 那這些是降低成本的 第二 找老闆 麻煩搞多些風險投資的活動 給到那些風險投資去看這些新的startup 第三樣東西 找市場 招商引資 內地做得很好 那就是換句說話 降低成本 找資本 找市場 香港 幫一些startup 做好它 這樣發展就會更加OK 回來給阿Sir 其實還有很多點 我覺得裡面有一兩點 我們可以提一提 和大家聊一聊 譬如好像堅調網說 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司長 需要具備國際的視野 這個我們一定同意 這個沒而言 尤其是專業界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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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也有適合的人選 沒理由所有人都跟外國有很多聯繫 這一層我覺得沒有問題 應該不會讓人卻步 另外 中央支持香港提升競爭優勢 我們都肯定的 中央當然支持 我們八大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韓文中心 國際商務中心 亞太區的國際法律 解決爭議服務的中心 這個就是律政司 新任的律政司 或者是 副律政司司長 就要做的 因為必須要的 因為仲裁中心很重要的 香港又會國際的 航空書樓 國際的創科中心 創生中心 區域知識產權的貿易中心 以及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中心 這八大中心當然很重要 也不用多說 競選顧問團的主席團 將舉戰人才 這個一定會的 大家看到很多 但是 有幾點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 宋立功先生也說 適宜密息 35歲年輕精英 任副局正座 我想問問A君 A君 你35歲 應該 過了一點點 有沒有機會進去做正座副局 首先有一點點 35歲就告別了 告別了嗎 其實 他設定的年紀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為甚麼要35歲呢 35歲左右 又不是24呢 又不是36呢 24、36 你說24、36、24還是36、24、36 差很遠 為甚麼要這樣呢 36和35 只差過一級而已 你不是差一級就不要吧 比較挑剔 這方面 左右而已 40歲也可以 如果50歲有心有力也可以 這個必須 就是我覺得 我想如果是他這樣定的話 就是想找一些 可能想鋪他們繼續 在仕途上 去做事 簡單的說 我猜我猜 他這樣的說法就是 譬如你是某方面的專業 例如會計專業 那才算了 你在想你做partner 還是進去做不知道甚麼 那你兩條路去走的 一是繼續在私人機構 一是轉去公營機構 他就想吸納一些 本來是可以在私人機構做大佬那些 走進來做公營機構 然後以後 就成為了 政府團體的精英 我猜是想這樣 接著就等他再培育 做政府高層 我唯一想到的原因是這樣 要不然你沒理由 切連連限制 還有他特意說副司長 其實我猜他也是想 繼續讓他上 第二天 令到香港的人財富 正確地說是 政府的人財富 從 專業精英那裏 能夠成功 立到他們進來 變成政府精英 這個我覺得 需要有一個傳承 我覺得有一個傳承 但有一點 除了許禎和宋立功 都說了要處理好公務員 團隊的關係 但有一點 我覺得我自己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 問責官員 不應該在公務員中 尋找 這一點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 許禎認為 新一屆政府 應該以穩定的政務官系統為重 他不贊成 由公務員團隊 尋找更多人選 去出任 敏責官員 反而應該要在商界 專業界別 物色具有影響力 人員關係較好 與公務員有共同語言 較易為公務員接受的人選 出任國司局的官員 才是較穩妥的做法 許禎認為在公務員團隊中 拔作更多的人 去出任問責官員 將有可能令 已經較為脆弱的政務 即是 受到較大的衝擊 抗壓性就會變弱 不利於公務員的整體穩定 這個看法如何呢 這一點我是不同意的 如果純粹由商界精英 入到政府 做完幾年又出回去 我是很擔心 旋轉門 就會成為老美的旋轉門制度 反而更加 官員勾結的情況 會更加嚴重 我們其實對公務員體制 這麼徹底的失望 都是多謝林鄭 以前我們都覺得 AO也挺聰明的 天之叫之 AO真的有的人才 都是有批人才 當然A君經常都說 不單是AO有人才 你個個專業界別 都有很多人才 你試試找 法律界那個 看看誰讀書得好一點 隨時法律界讀書得好一點 就選擇了律師 你找個醫生看看讀書 誰更聰明 選擇他做醫生 每個界別都有很多人才 好了 回到這裏 我絕對不排除 AO有很多人才 你這樣鎖了 這條路做什麽 你這樣鎖了 我A君都經常說 整個社會 三股最強的力量 政府力量 財團的力量 和民間的力量 你要運動一個政府 我們擺明政府人才不夠了 你提拔一下他 不就更好 但是我們知道短期內 提拔不了那麽多人 所以才要借兵 借兵的 你可以問商界借兵 可以問民間借兵 一般來說 如果不是做官員 而做得到的人 就去了商界 所以你問商界 顯得商界多精英 但是商界多精英 他是不是 這樣為民服務呢 我又未必 因為他已經上了去 upper class 所謂聰明的 賺錢的 他可能到最後 未必要為民間服務 到最後 又搞到大量社會矛盾 所以 A君會認為 一個好 我們不是好似 內地共產黨那麽厲害 我們沒有一套自己的體系 是整班人懂得運作的政府 所以不用賣商加怕 變成可以跟 民間那麽樣 為民服務搞定 我們那個政府 既然不是這樣的辦法 我們就唯有三遍都拿人 即是換句說話 勉強的AO我給你上 商界的 只要我看過你負責 例如你不要告訴我 你九成以上的資產在老美 你九成資產以上在老美 我真的不相信你 不好意思 我真的這樣說 至於你民間的 你就找回民間的精英 例如專業人士 例如譬如 我們之前的 食衛局 高永文 多高民望 他又不是商界 民間 專業人士 這些就能進來 只要你說在政府部門提拔的 我都沒有所謂的 總之現在我們要面對的情況就是 鄉島的政治人才不夠 這三個 商界政府 以至民間 的精英都可以進去 但是 商界的精英 我們要看著 他到底有多少資產 在外國那裏 怕著他被人賣 就算是本地財團的 我們都怕著他 例如 益什麼黨 地什麼黨 我們要看著這件事 我覺得 不需要設定這個限制 交給老師 好 有一點 我都認同的 你這個限制 好像是 太多 你說不應該公務員 有一點指出 我覺得挺特別的 他說傳統的建制派 不適宜大量加入政府 不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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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大量加入政府 傳統的建制派 我講我的看法 我不知A君認不認同 剛才A君說了他不同意 我也認同他這個 但是這一點 他就說 許禎就說 其實 傳統的建制派 一致創立以來 角色定位 並非以加入政府的行政機關為主 而在立法會和社會層面 支撐起政府的施政 他認為 現時並沒有必要 大量地吸納 傳統的建制派人選加入 宋立功也說 民建聯在世界立法會 時聯第一大黨 取得19個議席 但同時由建築 速測量都市 規則和 圓境 界的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 亦都組成了 G-19的組合 力量和民建聯相當 宋立功認為 由這個現象可以預見 新一屆的特區政府 亦都不會出現 某一個政黨 或者政治勢力 取得絕對優勢的局面 李家超早建的統戰營政府 將有利於 他未來的強勢領導 你怎麼看呢 我先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 用人為財 是為了一個標準 沒有 你這個是不是政黨 對不對 你說你要分餅仔 你這個很分餅仔 不需要 你民建聯 有能者之事 你就想 是不是 我理得你是不是多 你要講一個平衡 喂 真是 沒什麼必要 哪邊的人才多 大家明眼人看已經知道 你為什麼要用政黨 分析 無論政黨也好 專業人士也好 任何人都好 就算是得得上去做 我覺得都很適合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自己 獨特的一個 特色 和他在某個行業上高 或者在某些工作上高 是做得很出色的 你公務員的配搭配合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整個公務員 不是又 例如 財政司司長 都不是財政司司長 一個人 做事就可以做到 但是你這個團隊 你怎樣領導 怎樣組織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強項做副手 有些人強項的時候 就領導 大家 通力及作 那就更好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就加入 那A君怎麼看 這一點 我都不是太同意 宋立功去說那個說法 用人為才 這個就一定 是的 與此同時 A君會認為 其實我們鄉島 政治的 特意的地方 或者是畸形 第一 行政長官 是沒有政黨 但是立法會的時候 又有政黨 那就是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有陣時 政黨會因為 要貼著 政府 大家合 的時候就做事 但是 有陣時可能經常都說 為了要 欠一些民意 可能會 重要的時刻 未必跟政府 步伐一致的 這件事是過去一個施政的大忌 甚至其實 拆開一點點說 黑暴期間 我們都經常說 某個大政黨 你為什麼不挺身而出 就是 李小姐 知道 阿維琼 是嗎 是 都因為 要遷就自己的選票 沒有跟政府步伐一致 所以其實這個是鄉島 一個比較 說得好聽 獨特其實是畸形的一件事 我會認為這次 你政府順道 改造 那個大黨 或者改造了幾個 你覺得 他們是認同國家的 價值觀 的大黨 讓他們成為到 類似現在 我們 內地共產黨 總之 那個體系的人 是個個 懂得為政府運作 而他們對政府的 主權 或者對政府 應該要給到內地 為了要給我們 中央政府的主權 是完全沒有任何質疑的 你要給這類 的 價值觀正確的 進入去 然後再培養它 等到這個黨 能夠成為到 好像我們內地共產黨 那麼成功的黨 這樣 那幫 就是 忠誠價值觀一致的人 第二天去運作回黨 今時今日 你可能 其實有時 譬如說 民記 有很多人 街上的官員 未必正面 經常覺得 他們行不行 做事 趁這次 大洗牌大重組 你將它改造 成為一幫 懂得運作政府的人 如果民記不行的 你順道 整理另一個 你告訴我 我聽 什麼民黨都可以 什麼黨都可以 不要緊要的 總之這一堆 全部將它改造 變成 類似我們內地共產黨 這一幫人 的忠誠度 基本上沒有大問題 個別有夫之 我都找得到 但大體 方向上 我信得過 這幫人 而這幫人 我是給機會 懂得運作政府的 到時 鄉島就有政治人才了 現在又在猜忌 你要不用 又或者又要選擇 能力等等的東西 你將來 可能就說 我想運作政府 如果要走 不是走商界的 那條路 也不是專業人士的 那條路 我有沒有另一條路 運作政府 可以 你進什麼黨做起 那就有政治人才了 同意 同意 這個是的 你這些政治人才的培養 你其實真的要知道管治 給它機會 正座 或者公務員系統 各式其式 我覺得 就可以了 這一點 大家去看看 因為 這期雜誌 我覺得 裡面還有很多內容 值得大家去探索 真的說不完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呼籲大家去看看 用人為才四個字 就是我們覺得 未來特區政府應該做的事 好嗎 接著我們談談國際線 好嗎 A君 好啊 好啊 略說吧 十幾分鐘說一下吧 十幾分鐘吧 來吧 十幾分鐘吧 燈神訪問 日本和韓國 四天啊 擺明想搞這個 還說 有機會想搞這個 亞太經濟 框架 既叫我們 又要說 這個 不便約賣的安全 很多事情要搞啊 好啊 那麼 登神出行 王毅 就開始說話了 對日本和韓國 態度 很不一致 我又想說一下 我想說一下 拜登 找日韓 去聊天的事 我覺得他是做不到什麼 你覺得呢 我覺得他什麼都做不到的 這次不會有任何的情況會發生的 你覺得怎樣 為什麼呢 阿sir 你說說為什麼呢 喂 拜登 你見東盟 都不斷 見 四個小時都不夠 你對日本有什麼事要說呢 對不對 你說的事說來說去三腹屁吧 你猜他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覺得 沒有可能可以做到任何事 還有 有一件事 日本 我口頭呼應你 我覺得就會做的 但實質上 他會不會聽拜登之敵 他很支持呢 我就覺得不會 他頂多是台灣問題回來玩玩而已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你覺得怎樣 他說的什麼印太經濟框架 其實沒有意思 我要各加一個出來 喂 你不要玩其他東西 你喜歡參加哪個組織就哪個組織 你不要略斷別人就行 你怎麼看 首先 南亞和北亞 就很兩回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南亞那裡 其實老美駐了軍的地方 就沒有北亞那邊那麼厲害 所以 軍事 南亞都有 新加坡機場隔壁 美國軍營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 其實在老美 軍事影響力 就沒有北亞那邊那麼直接 還有 其實 日本 也是一個主權不完整的國家 因為他根本 連自己能否發展軍力都要看老美 所以老美根本幾乎可以說 是他的中主角 南韓更加不用說 所以其實他這次 過到去 第一 那個目標 他的影響力已經是差很遠 日韓 比老美的影響 是遠遠大於東盟 在美國對東盟的影響 另外一件事 就是那個 敵人 你如果是說要 撬東盟的 你就看著中國 但是你不可以 開口牌的 但是你如果去到日本 日本真的現在可以大大聲說 我要看著 俄羅B 那個北方死島 他真的可以這麼大聲說 因為俄羅B被打成壞人 在國際上 另外一個 這個 南韓 尹錫坑 他也都可以大大聲聲說 我要看著北韓 北韓 直接比老美說是 軸心 所以其實 這件事代表什麼呢 如果 燈神要玩的話 他可以借著一張牌 叫做打壞人 這一刻 燈神多不妥 中央都好 他不可以指著鼻 說我們是壞人 所以他打不到這張牌 但是這一刻燈神是可以指著俄羅斯的鼻 說你是壞人 他也都可以指著北韓的鼻 說你是壞人 那就變了有很多事 做起來就變了明正言順很多 所以這次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到事 但是由於他的底韻 是相對紅後很多 變成了他可以做的事 是遠遠比東盟多 他做不做到第二回事 但是條件是有的 再加上 老美和這個 日本和南韓的財團 尤其是南韓 根本是賣了一個 屁股給老美的 南韓裏面你看一下財團 有多少控股在老美那裏 可能多到你不相信 日本也是 相反東盟 後發優勢 因為當時老美看不起他們 所以沒有那麼財金地交集了下去 變成了 可以說是 老美牌多 甚至可以做無厘頭的事 未必是有優勢給 日本 但日本的財團被老美捏住 那麼大個市場 在老美那裏 你都要低頭 南韓都是 南韓如果老美說一句的話 你三星不存在都可以 那你怎麼辦 那你就要拜大佬 所以條件相差一段 大Sir交給你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你呢 因為看到一段資料 是想和A軍探討一下 這個資料的做法 因為 我們看到美國的商務部長 Raymond Raymond說 雷夢多 他們說 其實整個 印太的經濟框架 由 拜登說出來的時候 目的是建立一個 適應要求多邊夥伴關係 涉及 幾個範疇 清潔能源 數字經濟 供應鏈 基礎設施等方面 這幾方面很正常 但是 Raymond多就說 他就說 整個經濟框架 印太經濟框架 還包括 出口管制 限制中國 出口敏感的產品 老美的貿易代表 戴琪 台灣女 直接說 印太經濟框架 獨立於中國的安排 對啦 對啦 這個問題就來了 現在 情況 如果是這樣走 我為什麼會覺得 日本 是難走呢 或者 南韓 也就是韓國 也會比較難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 你脫離不了 大佬 你想脫離 這個是天方夜談 來的 你哪有可能 去脫離去做到 你除非什麼都不管 現在中國 不是說你打壓就打壓 你說不跟他合作 就不跟他合作 你要管制就管制 或者你限制中國的出口 雖然 我 只是在錄播那天 我看到一些新聞 有關稀土上高 美國說不想被中國 限制稀土 石油也不想被俄羅斯控制 結果呢 不一樣 有什麼辦法 你生意不做 你什麼都不搞 那你 日本 工業不用玩啦 你韓國工業也不用玩啦 如果加入了的話 中國很簡單 反制裁法 你要管制我 我怎麼做呢 會不會又變成一個虛應故事 所以十幾分鐘是講不完的 不要緊 這個印太經濟框架 說到現在還是框架 還有我想 以老美現在 我不覺得其他地方 是會跟他談到經濟框架 大哥呀 你搞個 CPTPP 什麼呀 談好了 你都可以拔出來啦 你拜老頭 都說到明 你下屆不會選 你下屆 哪個保證 下一屆的莊 會 承認回這件事 談完之後 你不加入 那我豈不是很傻 所以呢 所以呢 有那麼多制褶 尤其是你要求我移動中央 然後我都不知道你會不會開空投資票 喂 這個生意怎麼做呀 我做完之後你拔出來就很笨 所以這個經濟框架 我認為只不過是空下人 又甚至乎借著這件事 去講其他事 就是講些軍事事 軍事事 韓國就表現得很積極 韓國表現得很積極 韓國就說他希望 因為這件事而爭取到美國對韓國提供核保護傘 以及永久性的韓國貨幣互換協議 即是韓幻想和美元掛鉤 這一點 這樣也未知的 但是他是想將自己的國際貨幣的地位提升 是 我覺得他有些想矛定美元的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是 他是借著類似美元本位的那樣 去提升自己南韓 還在國際的地位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對於南韓來說 他做到這一步 賣光了東西 不止屁股 身體任何一部分都賣光了給你 賣光了給你 已經過去和夜街了 還有一件事 他表示 在各方面 很熱切地希望和美國 保持一個密切的接觸 多密切 連什麼都不用 真的很密切 令我真的很害怕 好恐怖 這些 完全是 令我們覺得 很詫異的事 究竟能不能做到呢 老美會不會推開 韓國呢 我想是不會的 但是 相較來說 為什麼日本不能玩呢 因為日本 在這件事上 就很平靜的 只是報導了拜登的行程後安排 將會向國際社會展現美國重視日行的姿態 對 還有 就表示 日本的外務省官員 就說 這是美國的日程安排 沒什麼必要 吹無求疹 對於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的話 日本就說 似乎有些患得患失的心態 患得患失 根據朝日新聞所說 日本始終把中芯放在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協定 TPP上高 這個TPP 大家知道是怎樣的 是全世界 中國都會加入的 你現在拿出印太的經濟 說想加入 說想加入 但是你現在拿出印太經濟框架 明顯是排華 對於日本 沒有好處 只不過會令到你更加 強大地 騙殺著我們 對於日本來說 南韓這樣做 他想做怎樣 中國怎樣 其實他想挑動戰爭 我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 那你又怎樣看這件事呢 就這樣子 這次他如果是說要綁定 日本和韓國 即是老美 想綁定日本和韓國 在經濟上 那我就要 跟老美說 你又犯了一個 白色的人的 至上主義的想法 你沒有想到 日本和韓國之間 微妙的關係 沒錯 A軍經常說 我們鄉島人 從小到大看到 南韓 南韓 看到叫印巴籍人士 其實印度和巴基斯坦打架 我們沒有理由這樣叫人 這樣叫 巴籍就巴籍 印籍就印籍 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從小到大 教我們叫印巴籍人士 是錯的 即是等同那些 那些鬼佬 如果又叫我們中日人 跟他們反台 什麼中日人 中國中國日本日本 其實老美這次又錯了 又是將 這幫不下人 你跟南韓和日本兩個打了這麼多年交 你隨時 你搞個經濟圈 你南韓借意咬日本 前陣子已經出現過 所以呢 我又想說 你老美你真是操資大業 你做事 你搞定兩個國家 微細之間的事先 你一放的話 南韓咬日本都行 另外一件事 日本當然要搞跨太平洋 是不是搞跨太平洋對他有好處呢 就一定不是 但是有些親美的 就知道現在老美要 坐中央 於是老美做什麼的 都說做 那就沒辦法了 你日本的政壇是這樣的 南韓的政壇 其實都某程度上是這樣 但是幸好這件事 這次尹錫坑 他贏很少 贏0.8% 贏民在寅 民在寅是親中派來的 變了 有 簡單的說一句 民間 是有一半人 不是親中派來的 我這樣去代入法 胡說說 令到尹錫坑 口可以說很多東西 做 他做不到太多東西 因為有一半人會反他 所以這次 這次可能真的要用這個經濟來講 去搞搞先 其實 經濟中間首先 大家都聽到了 其實 所謂的經濟框架 就是想 中央 跟他們的經濟上 沒有那麼緊密的聯繫 然後再做事 所以 我認為經濟是一個 借口 其實 從頭到尾 都是講政治軍事 其實 我也有這樣的看法 但是這個政治軍事 透過經濟去做 其實都是玩死中國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就簡單說一說 王毅和楊潔篪 說些什麼 好嗎 還是開個另外一集再說呢 時間差不多 不斷說兩句 楊潔篪叫他不要再搞台灣牌 王毅就是 罵日本 說他烏煙瘴氣 然後就跟 韓國那邊說 大家分不開的合作夥伴 分不開的合作夥伴 遠親不如近倫 我們是分不開的合作夥伴 但是我們覺得有一輩子在談 但是真的 有很多事情在談 我怕談了一個半小時 由於我們深夜做節目 大家就太累了 我為了一天再跟A軍 再跟大家談談夜論 那些事情怎樣玩 其實這個 我也說 老美不會只是出招 一定是組合權 所以 當然 總之我猜一句 就是 今次燈臣就是 酷 北亞 另外歐洲那邊 耶倫去說 但是 說完也是動中國 始終都是一樣 所以這就沒得說 所以大家 兩條戰線 這兩條戰線很重要 大家 仔細地觀察 接著 會發生什麼事 好嗎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好嗎 好好好 越趕越精神 越趕越精神 我不行 我開了700多公里 我到現在都很累 我越來越累 好啦 我再跟A軍有時間再談 好嗎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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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